早晨早晨早晨 本蘭今天都有很多盤的建議給你們 6月21號是我的好日子 其實本蘭在今個6月一開始 發出了通七零 從今個6月開始 環球金融市場踏入了一個週期 知不知道是什麼週期? 減息的浪潮 我們只要集中我們的注意力 在哪個央行會減息 減完之後還會不會繼續減息? 最重要是這個,只減一次就沒用了 在哪個央行會向外表明心積 口氣上面有些風流出來 會不會再減的機會大 雨不大 如果以上所說的 我們只要一個口風 就足夠我們 去沽了 去沽了一個貨幣 這個充足的理由就可以令我們賺錢 昨天 瑞士央行 出奇不异,减息0.25% 整个市场都没有想着它昨天会有这样的行动 将短期利率由1.5% 减到1.25% 这次有玩意 我们不要忘了,做这一行的记性一定要非常重要 瑞士央行其实在今年是全球第一个减息 就是在今年的3月底 多少日我忘记了 它是第一个率先出来减息 是由它的短期利率1.75% 减0.25% 减到1.5% 这次都是突如其来,昨天又是突如其来 我发觉到一个或者证实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我一直怀疑 但是因为证据不足 这次昨天它再减减这一次 我觉得不需要100%这么足 足够了 这次瑞士银行忽然间发烂 使我进一步相信这个秘密 是瑞士法郎和日元的秘密关系 什么都不知道 我今天披露出来 我这个记者 是够很厉害的吧 瑞士法郎和日元 两个货币都是环球金融市场之中的利率最低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日元低于瑞士法郎 即是日元非常低利率低到负利率那段时期 日元就成为了全球的一种融资货币 谁要借钱的就是借日元的利息这么低 你没理由去借高息货币的 是不是 每个人都想低息的 借钱都去买房子也好 去交易做交易也好 杠杆的也好 什么都好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叫做carry trade 根本你空了日元 就买高息货币 已经可以坐在这里到年底就赚钱了 当然要选中了是什么货币 是不是 好了 在三月的时候 你们如果还记得 当时整个国际金融市场 离幻着一样东西 个个都盯着那样东西 希望在那里赚到钱 就是个个都希望 终于日本央行会加息了 可惜日本央行可能知道了瑞士法郎在后面有搞作想抢他的地位 所以他只是取代了负利率 就跟着没做事 搞到全世界那些全部的日元是卖了的呢 想着他会升值的呢 因为知道他会加息嘛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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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巧反绝 全部要出来平仓 那不不得不得指还一直都积极到现在 今时今日 曾经一度去到160 搞到日本央行要出来干预 每一个干预都是要花很多钱 如果干预要美元对日元下跌 你要有足够的美元在手 去沽美元才可以干预得到 所以是非常沉重的任务 干预不是说一出来你以为他会赚钱 其实未必的 所以到今时今日这个日元仍然是 短期利率最低的一个货币 而还未是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在3月份走出来干预 只是一段非常短的时间 但由3月到5月就一直跌下去的 这个美元对瑞士法郎 但跟着又是慢慢向强势那边走 最后看到大概是89 0.89 好